第四个问题 他说我从事的是会计行业 目前社会全民都在偷漏税 学佛后自己深知这是偷盗行为 但会计行业到哪里都要遇到这些事情 听了你的开事也想换个职业 但是年岁大了 很难找到好的工作 请老法斯开始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是现在社会的从病 所以社会不安定 社会动乱 这都是因素 这个因素显示人的贪心 贪成吃再作罪 这个是偷漏过税 这个麻烦很大了 过税从哪里来的 是全国人民纳税的来的 那你要是偷漏这个国税的时候 就是偷漏全国人民的财产 将来还债可很麻烦了 现在得一点小便宜 你到什么时候才能还得清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种事情 地藏经上说的很好 无利是物 佛都能帮得上你吗 唯有偷盗 偷常住屋 住佛菩萨 对你都没办法 帮不上忙 因为佛门里面的常住屋 是社方常住共有的 叫社方道场 那个罪过比偷漏过税还严重 你偷漏这中国偷漏过税 中国有三 有十三亿人 十三亿人是你的债主 那佛门里面 社方道场呢 那个就不得了了 它是 变法界是空界 所有一切祝福 国度里面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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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家人都是你的债主 那你想要素质多少 比中国人口高出万倍万万倍都不值 所以你想到这个地方 他说这个常住屋 所以是一真一心 一草一木 不敢动 他真知道厉害 地藏经上说得清楚 所以佛门里头这样一点小便宜的说 那你就吃了大亏了 这个道理总要读 人一定要收本分 那么这个食材 你才能得财 对于这个国家的时候 我有这个能力多交一点税 多好 我说不是个国家 这好事 这不是坏事吗 为什么要详尽方法 说少那一点税 这个心不好 这个心的时候 对你自己命中财富都打这扣 这不是生财之道 生财之道是博士 财博士 法博士 无为博士